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将当年付出去的州收入税作扣税用 包括由身金里面预先扣起的预缴税 和为去年报税的时候需要补交的州税 和当年自己预先缴纳的州预缴税 但是税例容许纳税人选择放弃用州税来扣税 而改用销售税来扣税 假如你当年购买过贵重的物品 好像买了车而付出一笔可观的销售税 就应该选择使用销售税来扣税 除了真正付出的销售税之外 国税局也容许你加上购买其他物品的销售税 这个销售税的金额是由税局决定的 乃是根据你家庭的收入 家里面人口的数目和居住的城市来计算 国税局的网站可以自动为你计算 网址是IRS.gov 然后你放入Sales Tax Deduction Calculator 报税的软件也是会自动帮你计算的 以销售税作扣税用有一个好处 就是假如报税之后有退还周税 明年你是不需要在报税表上面 将它当作收入申报 因为你根本没有用过周税来扣税 我是林修永 下次再在理财分判中见面